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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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宋庆龄当时就反对这个事 就说这蒋介石啊 香港的出身 不好 宋子闻也对蒋介石反感 也不喜欢蒋介石 包括呢 宋庆龄宋美龄的母亲 尼贵真老人 也反对 说为什么 说这个人呢 蒋介石啊 武行出身 我们并不喜欢 再一个 结果婚 虽然蒋介石一带读着发誓 林小姐都跟我说了 第一 我以军人的尊严发誓 一生爱护美丽 又不变迁 第二 我保证跟现在的菜太离婚 我已经在办手续 还有第三件事情 关于我们宋家的宗教信仰 这个 我请求宋夫人您明白 我对圣经一无所知 我希望你们多给我一点事件 当然 当然 那么为这个事呢 宋家的人凑在一块 开了个大会 就研究一下 美龄要不要嫁给蒋介石 宋庆龄宋子文是极力反对的 宋子文就说 蒋介石的前途 他没定的 不定什么样的 怎么能让小妹把命运呢 压在他身上呢 这断送了幸福怎么办 这时候反对的人占一座帮 唯独宋爱玲 极力赞成了蒋介石 这蒋介石前途不可限量 有可能中国将来都是他的 这也证明了宋爱玲 当时的政治眼光 他也看到了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条真理 而且他也想 我压保压在蒋介石 蒋介石掌握政权来 他的判断 他极力支持宋美龄 那个时候宋美龄 可以说 他没有太多的个人人 有的只是美女爱玲 最后宋爱玲 他在家人还没统一意见的时候 召开记者招待会 向大家介绍 我的妹妹宋美龄 我的妹夫蒋介石 他俩已经同意结婚了 当时震惊了整个中国的军政权 谁也没想到 这么一桩婚姻横空出世 那么明眼人一看就明白 蒋介石 在这桩婚姻当中 收获非常多 他有三大收获 政治收获 财政收获和外交收获 在政治上不用说 娶了宋美龄 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联系 在国民党党内的位置 那就会变得非常完美 成立一家人了 而且同时在财政方面 他通过这个 宋子文成了他大舅哥 宋子文那时候 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院长 财政部部长 中央银行的董事长 那可以说是活财生的财生爷 这样的人物 那蒋介石需要钱 怎么能不发去呢 那军队得多少经费 就需要宋子文来支持 再一个宋子文本身 那时候宋美龄和美国的关系 还没有稳固的 主要是宋子文通过宋子文的关系 那蒋介石可以搭上美国政府 然后可以让美国政府来支持他 所以从政治上财政上 外交上三个层面 蒋介石取宋美龄 一本万里 当然有的人说 那这个也不考虑感情 当时宋庆龄也说 这两个人结婚 是两个机会主义者的结合 没有任何爱可言 其实这话我们今天来看 政治婚姻 往往就没有爱可言 蒋介石跟美龄也爱 不可能呢 他上个月才刚结婚 我听说 在那样一个时代呢 家族意义 至关重要 所以蒋介石 宋美龄这种婚姻 严格一声说 蒋介石赚了 又何尝不是宋氏家族赚了 双方各取所需 所以在这个时候 另一个因素 他就超越了 请不吝点赚